我是一名国际中文教师,现任教于菲律宾红西里市历仁中学。 这是我的学生们,看,他们动如脱兔,静如处子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,当初到国外的新鲜感逐渐逝去, 我也产生了深深的思乡之情,莫名的忧伤涌上心头。 这天,我给同学们讲动词重叠的语法, 让他们用这个语法讲讲接下来的周末要做些什么。 有个叫Mark的同学说,我要帮妈妈做做家务。 通过他热情洋溢的描述,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多么孝顺的孩子啊。 当Mark得知我是来自四川成都时, 他很兴奋地说,我妈妈也是四川人。 我说,那你回去后,问问你的妈妈是四川哪里人? 他说,好的。 令人意外的是,课间时,班上有两个同学找到我, 悄悄说,老师,Mark的妈妈两年前就去世了。 我当时既惊讶又感动了。 联想到之前,我坐着改作业时, 他总喜欢坐在地上,头靠在我身上。 我会轻轻地摸摸他的头。 课间,其他同学去玩耍了, 他要蹲在我的旁边跟我聊天。 我知道,在那一刻, 他一定是在我身上体会到了妈妈的感觉。 我突然意识到, 原来这里的孩子是需要我的。 既来之,则安之。 这世间,唯有爱不可辜负。 唯有爱可抵岁月漫长。 我开始珍惜我在菲律宾的每一天。 我要以中文为伴, 带领我的孩子们鹏飞逐梦。 我要将对中文教学的热爱 和对学生的热爱 永远坚持下去。 我有一个缤纷的梦想。